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对我们来说整个成长的过程 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事情 那我想整个民主化 为什么大家会渴望一个民主化的过程 它其实有一个历史的背景 就是说台湾政府来到台湾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战争的状态 所以在那个战争的状态底下 它势必是用一种比较高压的统治方式 因为就是台湾政府很小 然后它需要巩固它的权力 所以它势必会用一种比较高压力的方式 但当这样的生活过了几十年 人们就会 我觉得这是本能 就是开始会思考别的可能性 那所以当这些气氛开始改变 开始有一些政策或规定开始松动 全世界的这个环境也跟着改变的时候 大家就会有一种渴慕跑出来 大家就会想试试看 如果是由我们自己公民的权利来做主 会变成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它也是一个脉络 它不是因为一种好像特别的一个 某一个点它突然爆发了 它是一个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长时间的历史的过程 台湾好像刚好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主要的变化是那个 从戒严的时期进入到戒严的时期 那所以我们很小的时候像 每次看电影之前 就很习惯要站起来唱国歌啊 那在路上听到国歌就要立刻站好 不能动啊 然后或者是学生的时候 头发就一定要剪得很短 这件事情在我小时候 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到后来还开始 就是改革开放之后 那全世界的资讯就同时涌入到台湾来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连资讯 都是跟国际上是不同步的 可能美国人看的电影 我们要半年后台湾才看得到 那可能很多流行的东西 我们是被限制的 比方说我们不能够去跳舞 警察会抓 不能留长头发在路上 那县兵会把你带走 解言吧 那其实在解言 它是一个过程 它不是一个点 就在解言的前面 整个的社会氛围已经开始松动 它是当大家被限制久了 开始会想要有更多的自由 然后有更多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看法 会有一种欲望 然后所以当这个解言 一宣布的时候 其实整个力量就会跑出来 但是在这个前后 其实已经开始有社会运动 很多的什么游行 那些东西开始有 那气氛开始慢慢的改变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过程 它不是一个点 现在在讨论的这个转型正义的议题 它是从应该最直白的就是国民党高压统治底下的这些议题 那些牺牲者 他们需要得到一个正义 需要得到一个平反的机会 然后让现代往后的这些台湾人 知道这个历史的变化是什么 那我想每个历史的段落都有一些牺牲者 不管在任何多么先进的政权底下 它都是必然 那当然我们也不认同这样子的暴力 但是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比较开放 可以讨论这件事情的时间点 那也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 去看那个时候的历史 80到90年代的艺术 其实如果说是在戒严时期 我们整体的艺术表现都是受到审查制度的影响 所以在内容上面有一定的局限 就是你要政治正确 你可能不能够有很多东西不能表达 那时候的漫画像我们在做的这个漫画 也有一个审查制度 那它可能就会限制说 你漫画里面狗不可以说话 那个是不合理的 但是在那个年代米老鼠是可以说话的 我们同时看到 但台湾的狗不能说话 人在空中飞是不合理的 不可以做 但是那个年代有超人 Superman在空中飞 所以因为那样子的限制 会导致很多的艺术有一些框架 所以它政治正确的东西 它就会被鼓励 那其他的东西就会沦入地下 那我觉得到以现在来说 就是这个部分我们是 整个是比较自由 反而是在华语地区里面 台湾在题材上面的选择 是自由度最高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发展 我们所有的那一代的人的 这种漫画的表现 因为都是看日本漫画 就完全受到日本漫画的影响 就是漫画的分隔的方式 这个画风 但是以现代来讲 我觉得不只是一个民主化过程的改变 它也是因为网路世界的崛起 大家吸收到的资讯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我发现现在年轻人的 作画的方式 说故事的方式 开始有越来越多样的变化 那这一本我也非常推荐 是陈佩修的 暂时先这样 它在法国已经有授权 那它就是用它的方式 去谈一个都会的一个女生的心情 但是它把台湾的环境 用一个非常有实意的方式 去画出来 这是我好朋友 用酒干嘛点的阮光明老师 他是比较偏向日式的画风 但是在日式画风里面 他却是用一个很台湾人的情感在说故事 觉得我们现在有时候会太过于强调说 什么叫做本土的漫画 就好像说一定要写台湾的 一定要跟台湾的什么东西有关 但是我觉得那个反而会限制到创作者 就比如说现在就很多人去画台湾的鬼 很多人去画台湾的宫庙 很多人去做 就都会觉得这样这才是台湾漫画 但是我其实觉得像公明的做法很好是说 它只是展现台湾人跟人之间的情感 那我觉得它其实就很能代表台湾 或者是我们看世界的方式 那也都能够展现台湾的元素 那因为我们就是在一个很小的岛上 我们这些人的情感是什么 我们有什么样的看法 ING improve